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新说项羽传 今天咱们讲第十五回 再说张寒血战临近 上一回咱们讲到了张寒 并且说张寒的职务是少府 我们就根据这个职务推断 张寒是赵高的新府 他的这个职务就是后来咱们说的大内总管 这样一个以后时代的太监头 带领着秦国奴隶组成的这样一支民兵 一下子就成为了剿灭农民起义的主力 而且越战越勇 到了项梁所拥立楚怀王的这个时候 天下诸侯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张寒 张寒成了秦国的清天主 有朋友是吧 好几个朋友提出说 希望希望掌柜讲讲这个临际之战 这是行家 掌柜的听友中 现在这种发烧友级别的听众越来越多了 掌柜心里特别高兴 众人食材火焰高 这讲故事现在有大家帮忙 我觉得以后就容易讲了 至少我不是一个人 是吧 我身后有你们的支持 好故事就是这样 大家一起讲 所以这一回呢 咱们实际上是往回倒一下车 是吧 给大家讲一讲 这张寒的一个经典战力 要说张寒有多牛 那就看临际之战 给大家讲讲 这个战役就是想说明 张寒是一个很牛的人 这一战很重要 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 齐王田丹战死的那一战 也同样是在这一战中 还死了魏王舅 这一战发生在向梁 刚刚拥立楚怀王的前后 向梁刚上台 这就被秦军是当头一门棍 就来了一个下马威 此前的秦军呢 已经在张寒的带领下 击败了洛阳附近和五官附近的 齐军的主力 准备要决战中原 现在实际上决战中原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就这个时候 其实秦国已经走出了一开始 那种混乱的局面 缓过劲来了 成建制的秦军开始大批的集结 是吧 碾向中原 张寒经过短暂的休整 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 已经得到了补充 并且就是这个时候 有两员副将 加入到张寒的秦军当中 成为了以后一个 比较固定的一个三人组合 这三个人就是后来的所谓 关中三王 张寒 司马辛和董毅 三个人的组合的出现 就按照咱们了解的秦国习惯 其实这就是说张寒 现在手中掌握的兵力 应该是接近三十万 秦国是有一个大将带兵 十万的这样一个传统 现在是三个大将的组合 其实就是说 已经张寒控制的大军 已经接近三十万 张寒和向梁的交战 是吧 从秦国开始 从秦军 首先是从秦军开始 秦军进攻向梁 从这个地方开始 秦军向东进攻向梁 第一战在陈县 这个地方 在陈县秦军第一战 击溃储军 你看地图 陈县在哪 陈县在现在河南周口 就在这个地方 陈县之战 秦军拓使储军撤退 向梁的主力撤往彭城 就是现在 彭城就是现在的徐州 是吧 紧跟着张寒没有停留 继续向东 在立县再次击败储军 立县大家看 就在商丘的边 这一次 和陈县那个 有计划的撤退 就不同了 储军在立县 采取了一种死守的战法 结果立县被张寒攻破 储军损失惨重 几个大将都阵亡 张寒和向梁的初次交战 就以张寒完胜 宣告结束 储军并没有表现出 和以前的农民军 有什么不同 就向梁带领的 也还是农民军 就是被动的挨打 而张寒呢 张寒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局面 但此时其实张寒 已经从他原本的战线 就这一次突击 突击了三百公里 实际上张寒在立县之战以后 秦军就已经处在一个不利的境地了 他现在三面是敌人 他身边其实其实别的秦军没有跟进 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 此时的张寒算是冒进 他现在处于一个危险的突出部 张寒现在三面受敌 迎面东面是储军 是吧 向梁的部队 储军此前啊 你看虽然连战连败损失惨重 但是向梁最能打的部队 东储军团并没有受到损失 他们现在已经毫无退路 身后就是徐州了 你还往哪儿退 张寒现在如果继续向东 将遇到准备做困兽斗的向梁的主力 而在秦军的北面 是齐军 齐军正快速的赶来 这些时候田丹 这时候齐王还是田丹 田丹呢 这个人不喜欢楚怀王 也不喜欢向梁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齐国不能坐视楚国灭亡 因为楚国灭亡以后 下一个倒霉的肯定就是齐国 所以齐国现在这一次是拼了命 也要救楚国 这是唇齿相依这感觉 齐国是动用了全部主力的 田丹亲自带领齐军 从北面来救援楚国 张寒其实他对齐军 现在心里是没底的 因为此前没打过 是吧 齐军跟大家说 其实战斗力非常强 因为在此后的几战中 齐军都是全军覆没 就是这样 在战场上能够全军覆没的军队 一定是非常强悍的 他不跑啊 至少是 现在齐军在秦军的北部 对张寒的军团构成威胁 而更要命的是在秦军的西面 张寒军队的侧后 这个地方是魏国 魏王秋 魏王秋和向梁 其实也不对付 但是眼下秦国太强大了 是吧 魏王是不能 也是不能看着楚国灭亡 现在这些诸侯国 其实是抱成了一团 都是准备和秦国死磕了 没办法 你现在抱成团 还有一线生计 是吧 你别看立一线 秦军大胜 但真的现在要击败魏国 楚国 齐国的联盟 还真的是很费劲 甚至于当时已经出现一个局面 就是联军 齐国 魏国 楚国的联军 已经三面包围秦军 就这样一个态势 恶狐遇到群狼 就是这么个形式 三只狼 现在死死的缠住了张寒 这只恶狐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 爆发的临击之战 临击之战是张寒 扭转整个中原战局 的这么一场大战 临击之战 是张寒军事才能的一次大展示 真的应该说张寒 在这一战中打得太漂亮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张寒肯定会乘胜前进 全力进攻储君的时候 张寒怎么办 张寒突然转身 不是向东 而是向西北 从立县 从商丘 向西向北 在济阳 与魏军遭遇 一场遭遇战 一战击溃魏军 将魏王纠围在了林几 济阳就是现在的 应该就是现在的兰考 是吧 林几就是现在的丰丘 在丰丘 张寒围住了魏王九 在这种四面都是强敌 在这种情况下 张寒此时此刻竟然敢于 围而不打 围点打圆了 这是张寒的坦略 真的是百万军中 去上将首计 他就是这样一种豪迈 丰丘现在在黄河一北 是吧 紧挨着黄河 咱们从从掌柜 从北京去开封 是吧 过了丰丘 那就是黄河大桥 但是在楚汉时期 丰丘在黄河以南 是吧 那个时候黄河 是从河北入渤海 这一战 出乎所有人的约 这是张寒一生 最华丽的一次表演 最精彩的一次转身 魏王被围了 魏王求救 楚军呢 原本已经做好了准备 迎击张寒的猛攻 但是突然从防御 现在转入了进攻 于是楚军不得不离开坚固的阵地 而秦军呢 现在变成一亿代劳 这攻守一下子就逆转了 打乱了楚军原来的计划 现在是楚国进攻 秦国防守 秦军和楚军呢 原本咱们看这个地图 这是两个方向上 夹击秦军 夹击张寒 秦军原本其实是被 是有被秦军背击和侧击的危险 现在秦军向西向北 这么一撤 秦军和楚军就变成了追击 现在就秦军和楚军就在一个方向上 整个战局一下子就从 就从联军三面围攻秦军 变成了秦军围点打员 这个仗就开始变得 变成秦军擅长的局面了 是吧 你看看那个战国的那些战役 是吧 这个仗秦军最擅长的 张寒的表演到这个时候 还没有还没有结束 甚至于刚刚是个开持 高潮还没有来 齐军和楚军一前一后 这就是赶往济阳救援魏王报 齐军在前 楚军在后 在还有两天就到到达这风秋的时候 这天夜半夜突然遭到秦军偷袭 就在大家都认为 今儿个睡个好觉 明天就进入和秦国交战的状态了 就在这个边缘地带 大家最累最松懈的时候 准备好好休息一天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秦军突然出现 从天而见 这一战 联军惨败 真的是太惨了 齐军冲在前面 齐军首当其冲 这一场偷袭战 齐军的主力 全军覆没 田王丹 齐王田丹 对吧 战死 黑暗中 齐军后来和楚军混战在了一起 误会了 是吧 最后的一直 齐军 楚军 秦军 一直打到第二天的中午 楚国带军去的所有大将 再一次全部被杀 无一逃脱 到这里 张涵对项燕 对对这个项梁 三战三截 楚军两次全军覆没 所以临几之战 以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 偷袭战开始 也以这场偷袭战宣告结束 实际上齐军和楚军 还没有赶到战场 就被击败了 周福 是吧 魏国的 这是魏王保守 魏王 魏王九手下的开国大将 他是前几天从城里 千辛万苦跑出去 跑到这个齐国和楚国的军队中 联络的 这样一员大将 也死在这场偷袭当中 临几之战 这是中国历史上 成绩最大的几场偷袭之一 这一战死了一个国王 一个开国名将 十几元大将 张寒这一战留下一个典故 是吧 人贤没马乐口 张寒不是偷袭的 而是奔袭的 张寒不是埋伏的啊 是是奔袭 是为了 就为了让这个部队 在行军当中不讲话 所以每个人嘴里都叼一个木棍 那马不是人能管的 马会叫啊 怎么让马不叫呢 就是马嘴里勒一个布条 这就叫人贤没马乐口 张寒带领的秦军 真的到这个时候 我们看着 有白起当年的那个样子 哎 整个秦军就像一根弹簧 一退一进 再一退 再一进 哎 齐国 楚国的军队 全军服务 只要被秦军咬住 哎 你就很难脱身 经过林几这一战 是吧 楚军是损失大半 齐军全军服务 魏王纠不得不和张寒谈判 魏王最后提出 以自己一死 换取秦国 放过林几百姓 哎 这个魏王纠在这做的还是很仁义的 张寒最终和魏王纠达成协议 魏王纠自杀 而张寒呢 张寒在占领林几以后 不进行屠城 并且放魏王纠的一干仆人离开 对于这个决定 跟大家说 张寒以后会后悔 因为这群放走的仆人当中 就有后来的魏王 魏王豹 林几 济阳 这一战 历时大概一个月 齐一军 两个诸侯王战死 齐一王田丹 是吧 还有魏王纠 十几个大将 阵亡 这其中包括当时鼎鼎大王的 鼎鼎大名的这个魏将周福 秦国至此 取得中原大戒 张寒现在就有点名将的那个感觉了 是吧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 咱们这是回顾一下 是吧 讲一下 以前咱们刚才漏掉的林几之战 算是 也是算是回答大家的问题 就是这样 其实 其实好故事很多 所以有时候啊 为了主线的清楚 我们 我是必须有所取舍的 但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就就提给我 是吧 这几位朋友提的建议就就很好 应该讲讲这个林几之战的 虽然这好像和这个咱们主线说的这项羽 没有什么关系 有点远 但是讲这个故事还是有必要的 是吧 就是张寒其实不是草包 而是一个咱们老说的妖怪级的这名员战将 他打仗是是很有一套 只是说说他他不是天生的武将 所以可能后来咱们看啊 说张寒他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不是特别强 但是就技能来说 张寒啊老厉害了 好了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 从下一回 第十六回 咱们开始讲定逃之战 分三回 掌柜给大家讲讲 哎呀 向良 至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